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视频我们做个实验 打个比方 来聊聊这个问题 出现和大焊点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体积大 还有散热良好 初中物理学过 热是一种能量 物体升温需要吸收能量 降温需要释放能量 这种粗大的焊点 除了需要更多的能量让焊锡融化 还需要更快的能量补充速度 来应对它良好的散热 给散热良好的物体加热 就像给漏水的水池加水一样 当电烙铁的功率不足的时候 就会像这样 加水的速度 擀不上漏水的速度 温度总是起不来 要想让它迅速升温 只有一个办法 增大加水的速度 也就是增大电烙铁的功率 我们在焊接的时候 常用的电烙铁 有这种恒定功率的 还有这种恒温可变功率的 对于恒定功率的 如果始终无法融化焊锡 只能换一把更大功率的 现在 我们用这把恒温可变功率的电烙铁 给这根粗大的铁丝上锡 上锡前 先要去除氧化层 先用普通焊点的温度 虽然有60瓦的功率 但是温度设定比较低 电烙铁不会满功率加热 所以碰到粗铁丝 焊锡就被降温凝固 锡和铁并没有融合在一起 现在抬高一些电烙铁的温度 似乎有一点作用 但还是不行 加热粗铁丝本身需要很多能量 再加上它的表面积比较大 散热很快 想把它加热到融化焊锡的温度 试一下这样操作 烙铁温度设置最高 强迫它满功率加热 温度调高后 立即把烙铁头贴在粗铁丝上 避免烙铁头温度过高 加一些焊锡 降低热传导阻力 让它们组成一个等温体 烙铁头一直贴在上面 传递热量 一边移动 一边添加焊锡 我的焊锡丝含有松香 不用额外添加助焊剂 冷却后 用钳子使劲掰 非常牢固 好了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鸡垫匠 我们下期再见